接下来今天播出的是 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事之组 来到贵州省大楼山 走进赤水河 品尝村民教藏的陈年老酒 就这个坛子盖一打开 那个香味不离而来 赤水岸边 一个村庄与几百只白鲁 如何和谐相处 就像把握自己的小孩一样啊 走访红军烈士陵园 一个承诺让老兵接手43年 远方的家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第59集 感悟赤水正在播出 告别银河图家族自治县 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事之组 继续在贵州省的行程 翻越云贵高远的崇山郡岭 设置组进入了大楼山 大楼山位于贵州省北部 从东北向西南走向 西起碧节 东北延伸至四川 在贵州境内的一段 长300多公里 宽150多公里 海拔1500到2000米 是乌江水系和赤水河的分水岭 我们设置组呢又一次来到了赤水河边 那我现在走到的这个位置啊 是位于茅台镇太平村的石桥渡口 这里的海拔高度是404米 这个位置应该说是在整个人怀市来说 海拔都是比较低的一个位置了 那你看我身边这片水面有一点急 这个水面也不是很宽 应该不到100米 因为现在到了春天了嘛 所以这个河两边的植被啊 都发出了绿绿的嫩芽 翠绿翠绿的 这个景色特别的好看 那看这个裸露的山体 就能看出来 这个土是红色的 那一到这个汛期进入雨季之后 这个下雨啊 雨水会把这个红水冲到这个赤水河里面 河水就会变成红色 它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那这个河对岸啊 是四川的古令县 这边的就是贵州 所以你看这两个省的距离多近啊 在大楼山一线 赤水河是一条非常著名的河流 继一年前 北纬30度中国行来过这里之后 舍芝组再次走进这条大河 赤水全长523公里 流域面积2.04万平方公里 流情处都为贵州 四川两省的交界地区 你看这边还有一条渡船 你看这边还有一条渡船 小秀 小秀 师傅 你们好 谁滑这个渡船啊 谁滑这个渡船 我看您 您是这个滑渡船的 你们俩是一起的吗 一起 你们是哪儿的 是这边太平村的 还是这边四川这边的 我是这边的 唐山那边 我是四川的 你是四川的 贵州省这边的村民 刘青茂告诉我们 两岸的村民平时往来很多 别看他们所在的这个渡航很小 却成为沟通两地的重要通道 我们一直都是 从小都是在那边 过头砍柴 每天都是 吃了早饭 吃了下午饭 中午饭也过去 那以前过河怎么过 就是从这个船上过去 也是做这样的船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是那个渡船 渡船 最后来改在一个甘子 这个还是因为我看这有些地方 水流还是比较急 这样的船还是稳一些 那像您这个 拉这个就是划这个渡船 一天要划多少套 说不准 就看人多人少 那每天都来吗 每天都来 那就是坐这个船要给钱吗 不 不给钱 现在政府在于工作 乘船渡赤水河的两岸村民 是不用付费的 这位船公名叫刘英贵 今年45岁 是四川省古立县 水口镇天府村的村民 已经当了二十多年的渡工 他告诉我们 他的工作时间 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半 虽然比较辛苦 但收入问题 都是山路 你看那些 那些路都是山路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嘛 那如果走山路过河的话 过去的话要多久 过河从那边 从那里走山路过去 要到那个马路 最少要三个小时以上 来到那个公路 去坐车的话 坐车的话 从那边去坐车 最少要三个小时 所以船还是很方便 几分钟 是吧 节省了很多时间 刘青猫说 他无法想象 如果没有这个渡口 与这条小船的生活 因为他所经营的生意 需要每天都到对岸的四川 他的妻子也是对岸村子里的人 在我们的要求下 他同意带领施制组到他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枯水基金 那到了雨季的话 这个水是不是肯定要涨 这个肯定要涨 慢慢就往上升了 那能涨多高啊 就是大概头十米嘛 十米 那看一下 那看一下 那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上面还加两米 差不多嘛 就这个土包包上面 还要再两米高 刘青猫的家 就在赤水河的岸边 他告诉我们 这个村子在大楼山里 算比较大的了 面积大约有八平方公里 全村十三个村民族 基本上都分布在赤水河沿岸 总人口有四千零六十一人 大约走了十分钟 设置组走进了刘青猫的家 这边 这里是我们的房子 以前住的 现在不住了是吧 在旁边盖了新房子 在旁边盖了新房子 这个新房子什么时候盖的 新房子盖了四几年了 还买了摩托车 山里骑摩托车方便一点啊 现在还方便一点 你看你家这里风景挺好的 对 你的风景只是一般 你看你这里看下去 还能看到赤水河 事业很开阔 这是你家小孩 这个是我小孩 这个是我弟弟教育 你好 你们在一块玩呢 好害羞 他们很害羞 他们不讲话 跟你没做 你家厨房好大 这个厨房很脏 请大的厨房 你好大姐 你好 你好 这位是不是您爱人 这会儿没事了 在家休息带着孩子 您家就一个孩子 两个 就在中学 高中课 上学去吧 您在家 这是一个四口之家 刘青茅与妻子 王静荣 有一儿一女 都还在上学 随着生活越过越好 家里盖起了二层小楼 等于漠室都在楼上 大哥一直很谦虚地说 我们家很乱啊 但是你看收拾得多干净 几间房这上面 一二三四四间房 你看这就是小孩的房间 一看有书包小孩的房间 聊起现在的生活 刘青茅还是很满意的 家里除了饲养两只羊 五头猪 二十几只鸡 同村子里大多数村民一样 种植高粱 销售给赤水河 连岸的酿酒厂 是他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一年收入有五六万 赤水河是一条 世界闻名的美酒河 沿岸有着茅台 喜酒 朗酒等知名酒厂 酒与赤水河边村民的生活 也是息息相关 刘青茅平时就喜欢喝酒 而且他的酒 还有其他用处 看那么轻的火 哇 你看 世智组到来时 遇到女主人王静蓉 在山里干活时 膝盖有些受伤 刘青茅告诉我们 村子里的人都会将白酒 倒在碗里 用火点燃 以手占取正在燃烧的酒 快速地在病人换变部位 搓 擦 利用酒和火的温通作用来治疗 这种方法被称为赶酒火 你看腿真的没事 没有烫伤 连就是那种发红都没有 没有 对 我们发一笑很舒服 很舒服 是吗 是 刘青茅告诉我们 这种民间的赶酒火的方法 适用于各种跌打损伤后的亲子疼痛 在疼痛部位用酒火 不断地搓 擦 借酒火的温热之力 去散一种部位的淤血肿痛 关节内的寒湿 除此之外 还有减轻寒性关节炎的作用 村子里几乎每一家人都掌握这种疗法 我们随行的酒类专家仁义评讲 这是由于高度白酒的燃点只有不到30度 所以酒火的温度不高 刚好在人体表皮的承受范围之内 试一下 但我有点害怕 我怎么闻着一个糊味 看你这个清除的话 这个 这个 你用一个碗碗 你看碗会撒掉 所以刚才闻着一点点糊味 但是对 刚才看着这个火苗带着 在手上搓是有点害怕 就是你看到一个糊味 其实就是你这个 对 对 不过那个 那个看着挺害怕的 但是 对 搓到这个胳膊上的时候 那个酒是温的 就是刚好你的这个身体感觉是舒服的 在闲聊中 刘青老告诉我们 差不多每一个在池水河沿岸居住的村里家中 都有喝酒藏酒的习惯 有些人藏上一两年就喝掉了 有些人则藏了十几年 他同村的一个好朋友家 就藏着一堂好酒 就是在这个房子里面啊 他这个房子没有住人啊 现在就是他用来藏酒的 哇 专门用这个房子来藏酒啊 他开始新房啊 这个房子 这个老房子 藏酒 就在这里面 这个里面 这下面 能打开吗 可以打开 这是你专门用来藏酒的一个酒窖是不是啊 对对 这个门还不要打开 打开嘛 这个可能光线会好一点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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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有一个大酒堂子 哇 这里还有呢 这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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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嗯 我这个还不好拿出来啊 这是你藏了多久的 几年了 几年了 可能有五六年了吧 七年了 七年了 能拿出来吗 拿出来看看 这藏七年的酒 是不是也挺难得的 刘青茅的好朋友叫张忠强 今年三十四岁 他告诉我们 由于村里人都挺爱喝酒 自己平时也常喝 所以想把这坛三斤状的酒藏住 还是挺不容易的 看一下这个七年的藏酒了 香啊 打开就香了 嗯 哇 真的哎 就这个 就这个坛子盖一打开 你看吧 那个香味扑鼻而来 现在又很香了 嗯 难怪这个酒要这么藏着 确实是好酒 嗯 真的好酒 酒坛一打开 香气就扑鼻而来 就连有着几十年酿酒经验的专家 都大喝好酒 像一般的 张忠强说 我们奢侈族远大为来 可以尝尝它精心藏起的美酒 哦 老酒 老酒 好好好 来 来一点 来一点 就赶紧尝一尝 你看大家都举着杯子 在这儿等着呢 你看就 到这么一点点哦 哈哈 好好好 这个喝到来 要追呀 要啥喝一点 是吗 这个有 这个酒有多少度 这个有多少度 这个有多少度 60度吧 60度 哇 这个度是 53度 53度 您一尝就尝出来了 53度 就是这样 您 我先尝一口 很轻 很轻 这个酒不辣 是吧 一般 就 就我对白酒的这个概念就是 很辣 喝进去的时候 心里面会那种 火辣辣的感觉 但是这个路口很润 挺舒服 很柔和的这种口感 对 它酒解 就很好 任一平告诉我们 陈酒的颜色 一般略成黄色 而且存放的时间越久 色泽越深 味道 醇厚绵长 非常柔和 新酒 虽然也香 但是会有一些刺鼻 张忠强家储藏的是在 茅台镇酿制的 酱香型散中白酒 特别是 纸香柔雅协调 先指后酱 酱香悠长 酱香悠长 酱香酒 都是原酒 原酒的话 它取酒的都是54度 53度以上 取酒 取酒以后 它成的 它慢慢的 像这样 封闭的好 六七年的话 它可能都还有 53度左右 它都还有 因为它 一年还有一点 是个很小很小 它分别的好 有没有什么 很多的关系 村民们对我们说 一句谚语 在赤水河流语 流传很广 上游是茅台 下游望卤洲 船到二浪滩 又该喝喜酒 一条赤水河 全长500度公里 不出百里 必有好酒 因为赤水河水质好 入口微甜 无溶解杂质 流经地域 出成了大小 几十种名酒 占中国名酒的 百分之六市 是酱香型白酒的 主要产品 专家任奕平 也在这里 为我们介绍了 怎样最简单的 鉴别 酱香型白酒 所以都不用 靠近的闻 这样空气里面就有 空气里面就有 如果你说 还要更进一步的话 你就检查一下 倒一下 那里 就来 然后再擦一下 然后再擦一下 你看 我得你手上 抬一抬 他手有温度 嗯 你闻 它有个香味了 你先擦一下 看看 嗯 倒一点 哦 你擦 擦几下 擦几下 然后手上 但是我觉得 酱好浪费 这个 不是浪费 它就体现 你要体现它的质量 也提现 你闻一下 嗯 它又没有那种大酱 那种酱味 嗯 对 那种很浓的酱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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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酱的那种香味 所以用这种方法 也可以来检测 它到底是不是 酱香型的酒 对 这个就是 因为说这样一个 是体现它什么的 它沉的时间残短 就是越沉的时间残 它这个放香越好 嗯 沉味越好 这个手上流香就越好 嗯 就很残 你就说今天 你不要洗手的话 你 你晚上回去 嗯 只要你不出汗的话 都是香的 一天 这个香味都在 都是香味的 如果你出汗 它慢慢地排汗 就把它这个 毛孔里面 汗一排 就慢慢再去 坐着赤水河边 这个小山村的聊天 谁能想到 这里或许家家户户的 老房子下面 都藏着几坛好酒 刘青老告诉我们 他们不仅都爱喝酒 而且擅长品酒 尤其是酱香型的美酒 你看 他们不太爱喝酒 还懂酒 现在村子里 有一半以上的人 坐着与酒相关的行业 种高粱 好运输 有些直接到了 酒厂里工作 这条美酒盒 是他们最引以为荣的 故乡的盒 苗鸣山梗游 走访与白鹿一起生活的小山村 走访一位老军人 感悟他的承诺与坚守 也是我们的房子修好了 以外的个人不难睡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 第59集 感悟赤水 正在播出 从太平村走出 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 设置组继续在大楼山的行程 设置组的行车路线 是沿着赤水河 自南向北行事 途中 赤水河时而湍急 时而平缓 沿着这条河流的故事 也为设置组 一一铺展开 这其中 河马镇沙平村的故事 吸引住了设置组的目光 这都大了 大了 麻烦大了 你看 是这棵树吗 是这棵 你看你看 树上已经有好多鸟在那 这是白鹿是吧 你看 在那个上面 还有好多鸟窝 看来真的这里停 好多好多的鸟在这 而且这棵树也够大的 像是上贝贡 像贝资牛 像贝资 上百只 像贝资 沙平村紧邻赤水 坐落在赤水河西岸 设置组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因为听说 在村口的两棵黄绝树上 生活着几百只白鹿 虽然与人们的房子近在咫尺 却可以和谐相处 你们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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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们这个 地方选得太舒服了 就在这个树旁边 不舒服 你们经常 经常都会在这里喝喝茶聊聊天 没事 我看这个 这一家离这个树是最近的 这是谁家呀 这是谁家呀 奶奶是您家呀 就在这个树旁边 天天一开门就能看到这些鸟 而且就能听到这个鸟叫声啊 哇这个地方太舒服了 那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么多鸟停在这儿 有老人 这里是这么情况 我们这一块的人都比较喜欢它 为什么这么喜欢呢 它和我们和平相处 它捆备晚上 晚上捆备到时 像鸟一样 就没有 不好过了 你们倒是不习惯了 是吧 不习惯了 它一般的三一份就来 七一份 中旬 它就走了 那这些鸟 您知道为什么它们喜欢来这儿吗 主要是我们地方的人 把握它 喜欢它 欢迎它们在这儿住 这位大哥名叫罗昌熙 是沙平村人 今年已经63岁 他告诉我们 从1970年开始 鸟儿们就在村口的大树上定居繁衍 开始还是十几只 后来越来越多 慢慢发展到了几百只 村民们把白鹿能来这里奠居 看作是全村人的好福气 看起来了 看起来了 真的好多啊 刚才就是他们停在树上 就是看不太出来 但是你看一飞起来的时候 就这片天空 这一片都是他们的身影 这些都是白鹿是吗 都是白鹿 都是白鹿 哦 这都是老鹿 大美国的 这都是老鹿 这都是白鹿 哦 还分着呢 所以你们跟他们都很熟悉了 他们听到这个声音也不害怕 都跟他们熟悉几十年了 几十年了 也就像一家人一样 其实 他们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 村民们告诉我们 树上居住的是白鹿和老贯 以白鹿为主 白鹿是涉浅 长去沼泽地 湖泊等湿地环境 以前水中的瑜伽为主是 白鹿对生存条件要求较为挑剔 他们需要有密林 而且人为干扰少的生态环境 才可以繁殖和栖息 还要有开阔的湿地 才可以密室 沙坪村正处于赤水河岸边 良好的生态环境 使得这里的鱼家资源丰富 因此成为白鹿栖息繁衍的首选地 那像就是这里的小孩 就有没有调皮的 会说来打鸟 抓鸟 不会的 因为我们这里 大人怎样做 小人跟他做 第一次四岁来年 都是这样 就是说比方说有老人来 他是地人 我们一老去 瓜瓜考我 他就跟他修了 小朋友也看到 你们来赶老鹰什么的这些 他们就知道 你们是在保护这些鸟 是啊 村民纷纷自豪地告诉我们 白鹿能选在这里生活 有他们每一个人的功劳 白鹿生活在这里的四十多年里 每一年 无论是逢年过节 还是谁家婚丧嫁去 都不允许放鞭炮与盐花 为的就是 不要把树上的白鹿精泡 就像保护自己的小孩一样 他如果掉下来 我们想办法的做 来保护 把他撑到前去 再把他送回去 送回去 他不跑他 要保护他 送他出去 看来你们还真的是 很用心来保护他们 像保护自己的孩子一样 因为 我们相处 我们相处得很好 比他我们不舒服 没有他们倒是不行 这个鸟好像是 我们是谁合伴的 最珍贵的一种鸟 所以就是有他们的陪伴 你们在这里也过得很舒心 对 沙平村全村共有七个村民族 有三百零六户 共一千四百二十六人 每一个村民都是真正的 祸鸟使者 早上听着白鹿的叫声起床 成为了全村人的生活习惯 到了晚饭的时间 与我们在售价聊天的大哥 罗昌旭 邀请大家到他家品尝一道美味 该做晚饭了是吧 晚上吃什么呀 晚上吃羊肉 你看 家里还养了那么多小羊 就是这样的山羊肉啊 正在做是吗 哪个是啊 哪个是羊肉 就这个 这个就是河马羊肉 河马羊肉 是这里特色吗 这位大哥名叫甜鬼行 是罗昌旭的亲戚 他告诉我们 河马羊肉可是前北 颇有名气的美食 当年 红群长征四都赤水 到中游河马市 战事们吃了都赞不绝口 河马羊肉 也因四都赤水 而名扬四方 其实调料 我看着很简单 就是那边有姜和蒜 然后放了一些花椒 是 还要放什么呀 还要放 我们当地的姜像白酒 白酒来炒这羊肉 来炒 为什么要放这个白酒 它放这个白酒 就是取它的腥臭味 它的腥臭味 它一取的时候 羊肉就细嫩了 哦 你说又可以去这个煽味 还可以就是 让这个羊肉的口感更好 是吗 一定要用这个酒吗 必须要用这个酒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是辣椒面 辣椒面 天哪 还放那么多 那这道菜 已经非常辣了 是不是 不煽了 你看我看 它很起来 现在那个辣味出来了 都有点呛鼻子 河马羊肉 配料清洗 炒制羊肉 必须要用羊油 并且讲究火攻 从选羊斩杀 到配料煎炒 回锅上桌 每一道工序 都要求严格 一条好 哎 条亮 饱完了之后 就叫汤 这个是羊肉汤 可以羊肉汤 是咸果汤 这样就可以了 让它炖了 就像这样就可以了 不羊肉的水 它就是吃水化的水 哦 田柜先告诉我们 河马羊肉 必须取料于 河马山羊 河马山羊 是前北麻羊的典型代表 池桂州三大优良善羊品种之一 主要分布在赤水河 两岸峡谷之中 赤水河谷山高坡斗 光热充满 有利于优良肉质的形成 现在这个羊肉都做好了 看着就特别香 这都是您家里人啊 这个是我的大爷 四国 我老表 我女人 这一女儿 这是外孙 我老婆 这一大家子 那这样这个羊肉的话 是你们平时就这么吃吗 平时都得吃 平时都得吃 哎呀我看着这个 这么想赶紧尝一下 都吃吧 尝一个粉朵跳也好了 嗯 就现在是平时也吃了 都吃都吃了 村民对我们讲 在这个小村子里 基本上大家都有着或多或少的亲手关系 每次大家聚在一起 都要吃着羊肉 喝点小酒 这就是赤水河岸边的日常生活 这羊肉很好吃 就特别有嚼劲 而且一点山味都没有了 这应该就是加了那个 这个白酒的这个原因 以英雄河 美酒河著称的赤水河 从清朝春宴 就是川沿入前的重要通道 位于中游的河马镇 攀险水急 行铜罐子 所以又被叫做罐子口 这里上铜茅台 下街二郎滩 是来往周级停歇的主要站口 养山羊 卖山羊的人很多 每当船只停歇 时刻上岸找一家馆子 煮上一锅羊肉 闻一壶美酒 每每吃上一顿 并精神大胜 河马羊肉 由此远近闻名 那应该说就是养羊 不是你们的主业吧 不是不是 那你们就主要是做什么呀 像您家呢 您家主要是做什么 我们家主要是杀鸿娘 杀鸿娘 吃吃 杀鸿娘就 哦 种高粱是吧 高粱 哦 种了多少啊 几千斤 几千斤 是有多少亩地 有 十盟吧 十盟 还有十盟 哦 那您家地算挺多的了 是吧 因为在这边好多都是山坡啊 没有那种大屏地 没有 没有啊 那您家是 有 我看您家这房子也挺大的 罗昌旭告诉我们 沙平村的村民基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 以种植高粱为生 很少人外出经商 这里的交通并不便利 离开村子必须要乘船渡过赤水 所以村子里没有汽车 也没有修通公路 大家最大的心愿 就是给这一段的赤水河架一座桥 与大人们出行的不便相比 村民人似乎更重视的是孩子们读书的便利 这让我们心头一阵感动 天色江岸 我们听到真正鸟鸣 一排又一排白鹿 微潮了 蓝天 青山 白鹿 构成一幅很美的画面 让这个小山村充满静谱与和谐 走访一位老军人 他经历了辽沈 淮海 渡江 三大战役 一个怎样的承诺 让他中生守护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春行 第五十九集 感悟赤水 正在播出 赤水河是一条有故事的河 毛泽东曾经率领红军在这里四堆赤水 写下了传奇般的战斗史诗 赤制族来到的鲁班镇 就是这其中的一个著名战场 如今的小镇平静相和 赤制族来到这里 是要去拜访一位有故事的老人 这个就是这个爷爷 就是在这里守护的 就是 爷爷好 你好 大家的好 给您工作 对不对 你们也是干给您工作 我也是给您工作 您在这 您在这干嘛呢 您在这干什么呢 您在这干什么呢 这位老人就是我们要拜访的主角 刘福昌 今年已经94岁 向导王明雪告诉我们 老人经历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是一位亲自参与了辽沈 淮海和渡江战役的老军人 从1971年起 他就成了鲁班厂红军烈士陵园守护人 这么多年来 他始终忠诚如一地 守护着这里的异草泥墓 为生修自己花园 在修自己进行一些围城 修自己的粉末 修自己的天 这个北纹花园 这个天的地 就是进行一些围城 我说修自己这个围城 花草 就是北纹这些他都是来 就是照顾 修自己修的 你看您把这儿收拾得多干净 这里很干净啊 收拾的 老人虽然已是94岁高龄 身体依然硬朗 耳聪慕名 他告诉我们 这个陵园从围墙到大树小树 花花草草 还有这一转一路 都是他参与修建 和日常维护的 对于这里的建成 和每一天的变化 他都记忆有心 就倒在这个草坪的中间 当时那个时候 红金的遗体埋在那里的话 就是让那种 去挖 然后就倒在这里 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有修这个墓 修在修啊 正在修 然后就 那些遗体是先 埋在这儿了 人数是140多人 146个人 1935年3月15日 红军打响了三度赤水前的重要一战 鲁班长战斗 发起总攻后 进展并不顺利 伤亡惨重 那时16岁的刘福昌 亲眼目睹了这场激战 为红军英勇献身的精神所感动 战斗结束后 他也和鲁班长许多人一起 不顾身家性命 自发地将红军烈士遗体做了掩埋 到了1954年 刘福昌从部队赴员回乡 担任小水乡武装部长 上任不久 他感到自己文化低 工作起来力不从心 主动辞职 政府给他安排到 鲁班长红军烈士陵园 做一名守牧人 出版本是中中成成 老老实实的 踏踏实实的 要把红军烈士看好 所以他就是中中成成的 认认真认真的 要把红军烈士看好 出版本是 张红军导 张德特张书记 指着一个指名指着 刘大爷 这是你嘛 烈士没了 房子也修好了 你嘛都告诉 不老实 他就那个说 那个书记给他说 他说刘大爷 这个鲁士墨也修好了 那个房子也修好了 你就在这 在墨 就是林园里面 守墨守到老实 为了当时 对书记的一句承诺 老人坚持了43年 每天从栽菊花木 打扫卫生开始 到守陵护陵 接待讲解 老人成了红军烈士 最忠实 最贴心的守护者 几年前 老人用省下来的钱 在红军烈士墓对面的山坡上 为自己码了一块墓地 他说 要永远守护着自己的亲人们 就是这间屋子 就是这间屋子 在老人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老人的家中 就这一个小屋 舒适家 只是在陵墨旁边的一个小房子 那坐 我看这里还能做饭是吗 做饭 他没过你做饭 您自己做饭 自己要吃 要吃 他要乘 跟他过你住 他说他自己做饭 要吃 就是硬一点 还是软一点 他自己做 自己掌握 看看您住的这个房子 老人的房间虽然简陋 但收拾得整整齐齐 被子叠成了豆腐块 依然保持着军旅传统 一面抗日英雄的锦旗 最为洗目和干净 看得出 这是老人最在意的物品 提到抗日战争 他为我们讲起了 他的一些经历 我们从我们来到大厂 把咱们有两个边拉 就从我把我一口 有两个 两个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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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就是大红天的 你看看 看看 哎呦 这里怎么 这么长的一道伤口 他听我一次 他过上来 我就枪刺子对他弄 对他弄 我也发自抬头 也拿枪刺子的 拿枪托 挡了他的下巴 是吧 挡着就不爱呼 打下地 他又补胎 就是再打他一下 老人的记忆力很好 讲起半个世纪以前的事情 仿佛就像几年前发生的一样清晰 他告诉我们 那段军旅岁月是最难忘的时期 也正是那段岁月的洗礼 让他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 甘于奉献的精神 老人有两个女儿 现在已经是四世同堂 孩子们经常来做他的工作 让他搬到县城的房子里 居住养老 但是他每次都会解决 因为这里有他的承诺 老人告诉我们 他不会离开 要在这里一直到最后 我当年来我在太平小学 我说上三年级一般 我的意望是 大北京去生荡熊 我说萨饼村 萨鸦娃村里 我从去 我说我老婆 我说我的姑娘 我说外甥 我的意望是 往我们的渡口处 用小弄大桥 渡手的小朋友方便 是 灯高山 走白川 天高的花 雨水静 不繁愿 爱在心间 山一冲 水一花 花明流暗 红生火 雨如浪 好梦缠绵 我说天山雪莲 好春初 心难不觉 喜马拉雅 都往往远 从桑月经 看五月三山 万里山河万里船 总会多准不前夜 山水有人有见 海里终发我加油 远方的家百山百川行设置组继续在贵州省大楼山的行程 来到山村里的苗族小学 爬花杆 吹卤声 看苗族文化如何代代传承 走进大山深处 一棵银杏树 怎样激励出一代代好学生 有一种不需要回报的心 感谢了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 第六十集 楼山别样风情 敬请期待 有4061人 大约走了十分钟 设置组走进了刘亲老的家 这边 这里是我们老房子 以前住的 现在不住了是吧 在旁边盖了新房子 在那边盖了新房子 这新房子什么时候盖的 新房子盖了十几年了 还买了摩托车 山里骑摩托车方便一点 现在还方便一点 你看你家这里风景挺好的 这里的风景只是一些发 你看你这里看下去 还能看到赤水河 事业很开阔 这是你家小孩 这个是我小孩 这个是我弟弟教的 你好 你们在一块玩呢 好害羞 他们很害羞 他们不讲话 跟你们 你家厨房好大哦 这个厨房很脏 请带着厨房 你好大姐 您好 您好 这位是不是您爱人 这会儿没事了 在家休息带着孩子 您家就一个孩子 两个 有在中学 高中科 哦 上学去了 您在家 这是一个四口学家 刘青毛与妻子 王静荣 有一儿一女 都还在上学 随着生活越过越好 家里盖起了二层小楼 贵州省这边的村民 刘青毛告诉我们 两岸的村民 平时往来很多 别看他们所在的 这个渡口很小 却成为 沟通两地的重要通道 我们一直都是 同校都是在那边 过头砍柴 每天都是 吃了早饭 吃了下午饭 中午饭也过去 那以前过河怎么过 就是从这个船上过去 也是做这样的船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时候 是那个木船 木制 最后来改这个钢子 这个还是 因为我看这有些地方 水流还是比较急 这样的船还是稳一些 是吧 那像您这个 拉这个 就是划这个渡船 一天要划多少趟 说不准 要看人多人少 那每天都来吗 每天都来 那就是坐这个船 要给钱吗 不 不给钱 现在政府在于工作 乘船渡赤水河的 两岸村民 是不用付费的 这位船公名叫刘英贵 今年45岁 是四川省古立县 水口镇天府村的村民 已经当了20多年的度工 他告诉我们 他的工作时间 是早上7点到晚 这个位置应该说 是在整个仁淮市来说 海拔都是比较低的 一个位置了 那你看我身边 这片水面 有一点急 这个水面也不是很宽 应该不到100米 因为现在到了春天了 所以这个河两边的植被 都发出了绿绿的嫩芽 翠绿翠绿的 这个景色特别的好看 那看这个裸露的山体 就能看出来 这个土是红色的 那一到这个汛期 就雨季之后 这个下雨 雨水会把这个红水 冲到这个赤水河里面 河水就会变成红色 它的名字也是这么来的 那这个河对岸啊 是四川的古令县 这边呢就是贵州 所以你看 这两个省的距离多近啊 在大楼山一线 赤水河是一条 非常著名的河流 继一年前 北纬30度中国行 来过这里之后 设置组 再次走进这条大河 赤水全长523公里 流域面积 2.04万平方公里 留情处都为贵州 四川两省的交界地区 你看这边还有一条渡船 小秀 师傅 你们好 谁划这个渡船啊 谁划这个渡船 我看您 您是这个划渡船的 你们俩是一起的吗 一起 晚上七点半 虽然比较辛苦 但收入问题 都是山路 你看那些 那些路都是山路 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嘛 那如果走山路 过河的话 过去的话 要多久 过河从那边 从这里走山路过去 要到那个马路 最少要三个小时以上 来到那个公路 去坐车的话 坐车的话 从那边去坐车 最少要三个小时 所以船还是很方便 几分钟 是吧 节省了很多时间 刘青某说 他无法想象 如果没有这个渡口 与这条小船的生活 因为他所经营的生意 需要每天都到对岸的四川 他的妻子 也是对岸村子里的人 在我们的要求下 他同意带领师之组 到他家看一看 这个就是枯水基金 那到了雨季的话 这个水是不是肯定要涨 这个肯定要涨 慢慢就往上升了 那能涨多高 就是大概头十米 十米 那看一下 大概 那个位置到这个位置 上面还加两米 差不多 就这个土包包上面 还要再两米高 刘青某的家 就在赤水河的岸边 他告诉我们 这个村子在大楼山里 算比较大的了 面积大约有八平方公里 全村十三个村民组 基本上都分布在赤水河沿岸 总人 接下来 接着播出的是 远方的家 远方的家 百山百川行事之组 来到贵州省大楼山 走进赤水河 品尝村民教藏的 陈年老九 就这个 这个坛的盖一打开 那个香味不离而来 赤水岸边 一个村庄 与几百只白鹿 如何和谐相处 就像把握自己的小孩一样啊 走访红军烈士陵园 一个承诺 让老兵接受四十三年 远方的家 百集系列特别节目 百山百川行 第五十九集 感悟赤水 正在播出 告别银河土家族自治县 远方的家 百山百川行事之组 继续在贵州省的行程 翻越云贵高远的 崇山峻岭 设置组 进入了大楼山 大楼山 位于贵州省北部 从东北 向西南走向 西起碧节 东北延伸至四川 在贵州境内的一段 长三百多公里 宽一百五十多公里 海拔一千五百到两千米 是乌江水系和赤水河的分水岭 我们设置组呢 又一次来到了赤水河边 那我现在走到的这个位置啊 是位于茅台镇 太平村的石桥渡口 这里的海拔高度是四百零四米 ı太平村的石桥渡口